李锐口述往事 脏痞人物 陆定一 博一波 于秋李 编者 丁东 李南央 波奖 夏秋年 陆定一 陆定一是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作为彭罗路阳反党集团揭发出来的 是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中央一级的干部 我在秦城关了八年 后来跟陆定一是隔壁邻居 他的隔壁是凌云 我怎么知道是陆定一呢 因为他天天叫唤 毛主席啊 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啊 一放风 他就唱苏武牧羊歌 苏武 柳湖皆不如 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了 在延安 我们同住一排窑洞 陆定一跟我谈过 文革中他被关到秦城去以前 是单独关在一个胡同里面 审问他 逼他 还是延安的那一套逼供信 没办法 他就承认了 但是一松行 就又翻案 他就这样过日子 后来把他送到了秦城 陆定一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 英文很好 美国人到延安 他陪着当过翻译 美军观察人员住在延安时 解放日报社能看到时代周刊 有一次 陆定一翻译了一篇介绍盘尼西林的小文章 登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上 在莫斯科时 他是反对亡民路线的 参加过长征 叮咚 建秦城监狱时 就准备关共产党自己的高干吗 李 我原来以为是公安系统自发搞的 后来凌云告诉我 是1955年毛下命令建的 毛接受苏联经验 完全是苏联图纸 开始关的是国民党战犯 文革后将战犯搬出 关党内高干 很奇怪 毛的这种心理不知为什么 好像蒋介石他们内部也不是这样 陈独秀也有家长制 这个李达跟我说过 他就是由于陈独秀 当然也有自身的原因 脱党不干了 陆定一 文革后是真正清醒了 由于他最早在《人民日报》发表 为彭德怀平反的文章 使邓小平很不高兴 就不给他分配工作 他也是文革后最早公开赞成 多党制的党内老同志 所以邓小平讨厌他 文革以后就没有被安排什么实质性的工作 出狱后 没有家了 他一直住在北京医院 向南不认识陆定一 要我陪他到医院去看望 听听高见 那次定一也谈到必须三权分立的体制 我为那次访问写过文章 发表在《炎黄春秋》上 薄一波 跟彭真一样 薄一波是被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看重的 彭真和薄一波都是北方党的 毛过去对北方党完全不了解 1984年到2000年 我负责编撰中共组织史资料 仅中央卷就有19大本 出版这套大部头书 需要一大笔钱 当年薄一波管这类事 他又是中顾委的负责人 同我的关系比较深 出版经费就是找他解决的 出版这个书要4万块钱 我就找了薄一波 薄一波同我谈过 1958年南宁会议后 毛曾向他打听过我的情况 他告诉我 他向毛讲了我的优点 庐山会议时 他还帮过我的忙 他去世前不久 特别找我谈了一上午 谈了两件事情 一是谈他同阎西山的关系 二是谈邓丽群的事情 他是知道的 他跟邓丽群分开了 一刀两断了 药邦下台 薄一波掺和了 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他那个61人叛徒集团的案子 要不是药邦主持中组部 不会平反的那样快 那样彻底 真是恩将仇报 于秋里 1979年 我平反复出回到水电部 1980年成立了国家能源委员会 能源委员会的主任是于秋里 能委要管水电 于是电力部出了两个人任能委副主任 王林和我 我是被于秋里看中的 委员会里还有康世恩 唐克 高阳文等人 叮咚 那时您跟于秋里的关系还可以吧 李 很好 他刚开始是要我干专职的 我说 不行 不行 我预计这个机构寿命不长 我不能离开电力部 但是能源委员会的活动我参加 这个招牌对水电有点好处 叮咚 当时成立能源委员会 是不是为了安排于秋里 李 是为了安排于秋里 要把他从国家纪委那个位置上端下来 让他让位 才又成立了能源委员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玩意儿寿命不长 但是后来能源委员会又变成能源部了 部长是黄毅诚 以前我好像说过 黄毅诚动员我去看三峡 他是黄火青的儿子 后来十二大组人士班子 实际由于秋里负责 我们的关系处得很融洽 他还到我家来过两次 有一次我不在家 他专门来看我 但是到了六四以后 他就跟我慢慢的疏远了 当然他主要是对于光远不满 但是我也是中顾委反对开枪的 四个文职委员中的一个 过去我俩关系虽然很好 这一下就不行了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种农民心理 老子打下的江山 老子做 别人不能反对 叮咚 十二大让于秋里管人事安排 主要是谁那样信任他 李 邓小平 小平喜欢他 他向药邦特意关照过 叮咚 既然他跟邓小平关系好 为什么还把他从纪委拿下来 李 那是陈云的意见 叮咚 陈云要用姚依林 那于秋里就得靠边 于秋里的经济思想 是不是跟陈云不一路 李 于秋里也确实不行 你想这种人怎么能管纪委呢 于秋里没有什么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类似高岗式的人物 有魄力 敢干 他的功劳就是大庆 但那是用的打仗的方式 大会战 愣干 愣钻 国家建设不能总是那样搞吗 叮咚 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非常欣赏 李 因为石油 人家愣干出来了 钻出来了吗 实际上大庆真正起作用的 还是李四光 李四光突破了西方的石油理论 叮咚 但是能组织人硬干 这也是于秋里的作风啊 李 硬干 他本身的传统就是这么来的吗 航武出身 打仗吗 艰苦奋斗 日夜奋战 拼命干 但是没有科学 没有知识分子 光蛮干是不行的 历史证明 人类社会的发展靠科学与民主 大庆油田按照西方理论 那个地方是没有油的 而李四光根据自己的研究理论 认为有油 最后打出油来了 不过大庆油田的油很分散 后来我在中组部组建第三梯队 实现干部四化 第一是知识化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嘛 改变共产党领导层的结构 用有思想 有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 替换打江山的一代 欲知李锐 江平何人 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